我们在3月5月31号在Expo有一个大型的活动 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中华玄学大观 就是玄学不玄 我们为什么要发挥大的气力去搞这么一次大型的活动 因为以至以来很多人把玄学当成一种江湖术术 就是说它是江湖的 当不了大雅之堂 我在我的第一个主题里面我提到了玄学乃是大雅之堂的学问 实际上在古代的话你没有点真正的水平 你不可能去学习玄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都是富贵人学的 在危机时期称为三玄 三玄的学问实际上是三本书 一个三玄 一玄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解读的老子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使用的得道经这个版本 叫佛苏范的 还有一个学乃是庄子 当然这个都后来被道教拿去做了他们的宗教经典 然后庄子变成南华真经 然后老子变成了道德真经 这是宗教把它利用的 但是他们本身不是宗教教典 这是后来在东汉时期 大概这些经典出现都离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真正宗教 中国创立道教时期才是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东汉时期 那个时候祖天师张道林把他拿入道教必修课 成为一个道德真经跟南华真经 这个关系要搞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玄是什么 是义 当然今天把它都叫义经 义经是周义 义经主要是讲的周义 那么这三学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水平 你根本就看不懂 现在像你们很多都还是硕士毕业生 你们谁看得懂这三本书的多 几个时候看一下 今天把玄学 玄学是什么 玄学就是我们拿着一个小板凳的在街上给人算命的那些人 就是玄学 开并相关的 开什么的 那这些是玄学后期的一些应用 它不是玄学的本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次中华玄学 玄学不玄的主题 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玄学 那么玄学什么是真正的玄学 所以你们大家都接触过了 就是老子的一句话叫什么 玄之什么 又玄 所以为什么它是重要之门呢 因为它是什么 DNA 它是生命的秘法 也就是说万有都是借着它造的 所有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万有 就是任何的一个有形有相的 或者是无形不相 但是它可以被一切增测的 比方说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DNA 那今天你是看不到的 你看到哪个眼睛看到它 但是它是存在的 这种东西都叫万有 那这种万有看得见看不见的 包括今天科学家所说的暗无子 反暗无子 反无子 那么它生成的这个原理 都在于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这句话 所以这是真正的玄学 玄学就是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的学文 这是真正的玄学 这个是大雅之堂的学文 你要有一点真正的水平的人 才可以去读懂什么 易经 才读懂老子 才读懂什么 庄子 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 由此延伸出来的 一 狗 心 下 山 一是我们是包裹了中医 为什么我们一不提西医 因为西医目前只在液气光阴 有效果之上 下空 那么中医比较完整 它重视有效果 它重视你体内的不造业 所以它给你讲养生吃什么 有些东西不要吃 吃了会中毒 为什么 那是液体中毒 毒业 所以是它重视液气光阴 它也重视氧气的吸入 以及这种 我们说是被人体有害的毒气的远离 那这都是中医系统重视的 中医系统它重视液气光阴 它也重视自外性 也重视自然界的音乐 所以它让你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去聆听那个美妙的自然之音 然后老讨厌自己的性情 那中医重视这个 那中医除了重视这个之外 所以说它液气光阴之外 它还重视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大部分人现在只会说不会做的东西 这是什么 还有另外四大雷夫子是什么 另外四大雷夫子是什么 精气神 所以你们经常听说精气神为人之三宝 那么但是今天中医忽略了一个意 而以前我给大家带着你们做过实验 通过意念壁可以视你的手指变化 所以这个叫心法 所有的玄学中的心法的妙用 所以是在禅宗里面提到一个什么 全凭心意下功 所以是我们今天中医 自然讲经济神 不知道怎么搞 虽然知道是一阴一阳为之道 但是还是在阳的事情中做事情 阴的跟阳 阴的跟阳 我们大部分是在阳的 阴的没有 阴的又叫什么 阴态 这个是显态 所以我们不好理解阴阳 你把它换成阴险 你就比较理解了 阴就是看不见的 科学仪器不能政策的 显就是显态的 所以经济神意是无相物责 它是物责 它是无相的 这个是有相的 所以传统的医叫玄医或者叫道医的或者叫佛医的 甚至我们今天看也有藏医 就是藏和佛教诞生出来的医学 它们都特别重视隐显阴阳 也就是重视经济神意 无相物业细光阴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是玄医 这玄医必须抓住八大零物测进行调整 这是玄学中的在一方面的一个妙用 那么不是什么 不是阴阳通灵 就是说你既可以通达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同时又可以通达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所以是我们大家修学要站在太极悬上 这个太极悬你们知道太极球 太极球你要站在这个太极悬线上 你不可以偏阴偏阳 偏阴偏阳 那就是说需要你在阳世间做事情的时候 你要用人的东西来做 需要你在另一度空间跟鬼神打交道的时候 你需要用你的神性系统去做 所以是你不要搞颠倒了 今天我们也发现有些人学得有点糊涂了 他在处理人的事情的时候用神去做 人家说你看看这个画像挂得正不正 他去看 人家别人是拿眼瞄上一点下一点 他站在那儿晃晃 闭着眼睛晃 再看一看 碰半天也不吭气 所以他以为他的神就可以告诉人家上一点下一点 十年气候热 中国出来很多这种精神病的修炼者 为什么 开汽车不用方向盘 然后自己跟方向盘说话 向左向右 撞车了 为什么 那天他认为他有神通 可以指挥方向盘 物质事件 你要用物质事件的方法去对付他 那个暗物质事件 你要用暗物质的方法去对付他 你把这个东西刚好用反了 为什么佛法不坏世间法呢 你坏了世间法的不是正法 叫邪魔歪倒 所以大家千万要重视 在修学的过程中 什么是堵素 就是说通阴阳 那么你一定要站在这个玄 所以他把这个玄给你拉直了以后 你要中间张个孔 所以你在这个玄线上中间要有个孔 为什么要有孔 就是说我从这个孔可以快速的来到阳世界 也可以快速的到达什么 隐态世界的阴世界 我刚刚大家讲阴世界不是鬼的世界 是连仙佛这个世界都叫阴的 就是我们今天科学不能政策的 所以这是真正的古学 那么现象学 玄学的现象学 它是研究天体的力学 对我们生命体有一些什么影响的什么 所以它通过八字 是通过我们的紫维朵素来放出天体盘 通过你的出生年月日时 四个字 各四个 然后各两个 然后因为有一个天干有一个地支 所以是干支 最后生出八个字了 八个字算出的是天体盘 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在说话的时候 你往天上拍一个照片 天上的宇宙星辰的位置是固定的 在这一刻是固定的 太阳位置位于什么地方 月亮位于什么 木星 水星 二十八星宿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那么这些固定的对地球的影响 以及地球上的生命体的影响 这就是真正的形象学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命注定是一个固定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跟大家讲你就是个气 气里面装了咖啡就是卖咖啡酱 装了白水你只能卖白水架 所以你的命健 为什么 你当时在出生的那个时候 你里面装的是白水 天体各个星体注入在你这个六合体中的能量 它是一个低量级的 所以你成不了一个重量级人物 你成不了一个大人物 你懂得怎么办 想办法去改造命运 缺什么 补什么 所以说我想喝咖啡 没咖啡 我买咖啡 所以说我们修行人通过功德的置换 我做功德 我为人类付出功德 然后付出功德就是我有了钱 然后我拿来买咖啡 我命里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能量 我让它补足了 是用功德去补足的 不是真的拿你的现金去买的 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懂 不是迷信 所以玄学是不是迷信 不是 今天的玄学是不是迷信 很多是 为什么 一笔勾销 所以说你一个横连可以一笔勾销 人家飞刀来杀你 刀马上要砍到脖子上了 你也把那个刀贴给一笔勾销 你看那个刀会不会杀人 所以是搞迷信 纯粹是凭着自己的精神不正常 然后通过这种自己的主观的牛的意识 想走一个客观的世界 这种是精神病症状 这不是玄学 不要把这个当成玄学 但是今天玄学为什么 玄无又玄 为什么 就是这些半妙的祸的人 烂假话 为了让人家不要去懂 然后他好忽悠人 他就给他搞得神神秘秘 玄之幼玄 他不是这个玄之幼玄 他是说你不能去研究 我是得了真传的 然后我才会 实际上他只在图书馆里找了几本书 学了而已 所以我们在德国柏林看到很多风水电 我们就去跟他华盛顿见 因为我们是有诗诚的风水师 跟这些人去论见 一论见 人家拜了以后 人家说对不起 我只在香港学了六个月 我在香港找了师父 因为他是德国人 他不懂中文 他要请个翻译陪着他去学习 然后跟那个师父学了六个月 然后回来就开通水观了 然后也是玄学 所以玄学要学多少年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的学本 老子这本经典 你到老里都未必能搞得懂的学问 庄子也一样 易经也一样 哪里会说你学了两三个月 你就成玄学大家了呢 这个大家要重视 今天确实有点不像话 尤其在中国 你们到一个大城市 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巷子里面 到处就是拿着小板凳给你算命的 便宜 结果是他不便宜 为什么 算了算了说五块钱 最后变成五百块了 为什么说 你今天有雪光之灾呀 你必须找我化解呀 你不化解 你今年完蛋了 你老人家一听 哎呀 赶快打栽吧 给他五百块 给他个名字 让他帮你做 实际上你被骗 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不要把江湖片树当成玄学 然后我们这次为玄学证明 就是告诉全世界 玄学是什么 玄学是科学 是大科学 是包含了暗物质 物质 反物质 跟反暗物质 四大类物质的科学 是一次向全世界现世的大会 就让大家重视 玄学是大亚质糖的学问 然后让你们这些 中间很多从事玄学的人 腰杆挺起来 爭口气 为自己爭口气 不要再觉得我们是边缘学问 是人不需要的东西 玄之又玄 宗庙之门是生命密码的编排的学问 多么重要 你一生的成就 你的健康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它是生命的密码 你如何编出自己的一生 那么靠你编码 先在程序上进行编程编码 这是玄学 这是玄学 所以要把道德编进去 把人意理智性编进去 把天地人格局编进去 把我们的心性走线的十一个点编进去 把物质走线的十一个点编进去 要用这样的编程编出来的人生 才是真正的重要资门的人生 你想怎么样 它都可以满你的愿 所以是心相学的目的 是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命理缺什么 去改造它 不是去单纯相经的 是教给你改造命理的方法 不是单纯的 就是听之认之的方法 那么相学 相学是什么 相学是玄学 在一个物的内向里面 在它外在展现出来的 在一个表情上面 所以是它有面相 手相 身相 坐相 走相 站相 那这是一个人 是个活体的人 那么自己的宅子也是个活体的 所以是你的宅里面有风水 宅里面的风水 所以玄学风水在于什么地方 玄学风水在于你如何把一个宅子救活 既然你懂重要资门 懂得进行编码 所以你去的一个宅子 无论它是鬼物 还是一个风水不好的 你不要让人搬家 你不要让人拆房子 而利用你所学的旋之又旋的高操的生命编码的技术 对这个房子进行改造 这是玄学风水 而不是说让你摆这个摆那个摆一个样子好看 然后实在不行你把这个房子也拆了重建 那这是风水 这个不用你说 谁都会啊 反正没好没好就拆了拆了重建 然后这算什么风水 所以学一学风水就是如何浮动现在的主体的前提下 对它的里面的气度的改造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此惊动 可以用风水球 可以用鲜活的植物 充满生命力的一些鱼 乌龟等等的 你像我这个之前给大家讲 咱们office是工业区 这个工业区到处都是家工厂 那么我们一单的不再上课了 没有人在这个房间里 这就是死器 为什么它这工厂废弃都在这个地方 而如何让我们学院都不在的时候 它还是个活的厂 要乌龟 因为它是生命体 所以它在 它你不在 它在 它在 然后它把这个气氛 气给你活了 再活了 有活的生命里面 然后它就有活气 它就不是死气 所以这就是风水 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全学的对于我们真正的风水的一个认知 它包括阴寨风水 阳寨风水 office风水 都是科学 都是要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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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迷信的 不是迷信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山学 山学是学的精华 所以山学是什么 山学是如何的对自己的内在生命密码进行改造 反复地讲到你们要练西天乐 要练宝乐轮 要在山根底下找宝贝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你要真正修行的人佛陀不在外面在内面 所以是你不要去远求 所以是你不要去远求 需要内求 佛在你的心中 在心头 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 灵山塔下好修真 灵山塔在哪里 山在哪里 所以你的鼻子一熟 这样一闹 山根 山根就是灵山塔下 在这个地方 那宝乐轮 今天还要对大家进行一次再造 那么就是说 这是仙学 也是山学的核心 这个光进去以后 可以使你体内的黑色的因子大量的释放 照见五云皆空 你把体内的黑色的那些叶粒子释放掉以后 你变成了一种什么 五云皆空 体内都是光 五脏都是光 五脏都是光的状态 你就可以光中化物 因为那个光是生命光 它叫活性 它叫上帝之光 它可以造物心 心法里面的心是外法源 心可以造物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而今天让你们练宝乐轮 下一次让你们练阿兹观 为什么 你宝乐轮不起 你阿兹观念是白打的 因为那是属于佛性部分的 宝乐轮是明心部分的 所以你们知道明心见性是我们暗地传宗的说法 实际上 我反复地在课堂中跟大家强调 明心见性是不是理论 是不是理论 你先要从理路 你先要从理路 所以是你光理路没有用 我知道什么是明心见义 我可以跟人讲的天花链乱句的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 对吧 所以是你没有站住 所以是修行中要重视四个字 叫教理行正 虽然明心见性是四个字 但是它分在教的部分 就在教学部分的明心见性 更变成你心中的 能够跟它同步上的明心见性 通过老师的教 你正入了那个理 叫理通法材 那个理你得了 所以老师教的时候 你还没得那个道理 你不知道明心是什么 不知道见性是什么 甚至你不认可 你不认可明心见性是关键 都没有理路 都没有真正的去理路 只是老师教了 教了 你没学会 理路就是说 变成你的 你才知道明心见性很重要 必须去明心见性 但是明心见性很重要 但是下一步 你要去把明心见性做出来 叫行 叫行动 行动 行动的目的是最后 你正出这个境界来了 正出这个明心见性的境界来了 所以山学是一个什么学问 山学不是抖到大山里的学问 是在山根这个宝窟这个月窟中 下功夫的学问 你要明心见性的学问 因为你见了性了 有了佛性了 你可以用佛性造万有 那是上帝之光 上帝创造万物就是用他的 那是佛性 信一切者也是靠他的 那是道光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那也是他 上帝只停留在一个教 老师讲了 四懂非懂 听他不说八道的 反正他说了 我未必认知 说那个东西就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理路 你差得太远了 四个部分 你只进入了一个部分 听说了 被教育了 今天不都叫被教育了 所以是叫被教育了 没有变成自己的 理路就是说 我认定明心见性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明心见性 后面的都叫主杀成犯 都叫空中楼阁 这一辈子的修学都是白打的 你知道更多的大浪经的内容 更多的修行方法都是白打的 今天从东密的修行 还有藏密的修行 我们看很多法很优秀 但是成就者为什么那么少 就在这个明心见性的正量上面 他没有进去 他以为他进去了 为什么 他有的是从理路了 说我认定明心见性是很重要 明心见性是这个境界 但是是这个境界 他没有去做 为什么 从来没有俱缘内摇 摇这个明心之光 不练这个保元论 所以行是什么 行是要真正的正路进去 去做 你要观 所以说我反复提到 心境长选西天月 那你一旦西天月不在了 就告诉自己心不尽了 就很简单的 反复是吗 心境长选 长是很长的意思 就是幼恒永远没有丢的 所以你的西天月一旦不在了 告诉你 反复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清静了 因为心境 西天月一定会出来 所以你心不清静了 西天月也没了 那你赶紧要练心境心 回到那个西天月又出来 心境长选西天月 它是横长的 永恒的在的 所以这是从行的部分 正正正的过程中 明心见性有一个境界 有一个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有论同性 没有决然相同性 我第一次撞进去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十分欢喜 我去找我的师父求证 我说老师 我那天正在似碎非碎的状态中 忽然发现我好像是一个莲花包 然后那个莲花包像玉手鼠一层一层的 然后我就看到开一层又一层 开一层又一层 然后等莲花全部开了之后 这个花开了之后 从中间 砰 出来一个 不是什么活的 是一个大明亮的月亮 那个月亮一下子在天空中 它照耀了整个虚空 然后莲花没了 等一下那个月亮没有了 但是整个世界都是透明的 所以说白痴干头 还需更近一步 给了一个品质 没有夸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明心境界 你在正量上 你跟师父去印证 去求证 你要把你的正的果跟师父讲一下 让师父去给你证明一下 那是什么 所以说我在你们的教学过程中 有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虽然明心了 他后来也跑掉了 因为他有修藏命的基础 他同然有一天也是 这个境界我给他印证 我说是明心的境界 还差得很远 要尽性 因为明心只是二老汉 尽性才能入菩萨道 他正出来以后 他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他出门 乌鸦老是戳他的脑袋 他脑袋不是光头啊 一光头 乌鸦看着讨厌 然后戳他的光头 没有 他是有头发的 然后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 出门弄一个压衫帽戴着 乌鸦不戳他 他来问 老师我犯了什么倒霉的事 为什么乌鸦我一出门 乌鸦老戳我的脑袋 我说这个不是什么倒霉事 是好事 是因为你明心自好 你头顶上始终有一个亮亮的月 一团光 生命光 别人看不见 那个动物可以看见 有灵性的动物 他要去沾光 他沾光他就来你头顶上 一飞那个嘴巴 就要去吃一口那个光 然后你就坐到你脑盆子上了 他说原来这样 怪不得我一戴压衫帽 他不拙我了 为什么一戴压衫帽把他压住了 光压住了 然后他透不出来了 因为我那年到中国济南 济南有一个泰山泰旁边有个古寺 我到那个古寺以后有一个塔 然后师父就要饶塔 当然不是那个显态师父 是隐态的师父说你要摇塔 我就摇塔 摇塔三天以后 我的那个光吃就从头顶钻出去了 然后就整个塔就啪亮起来了 透明了 当然不是肉眼看的 是那个境界中的那个大明 结果一下子不得了了 整个的那个周围的那个树上 骑着很多很多的喜鹊呀 各种燕子呀 全都不要命的往那塔上撞 所以是沾光沾光 沾佛光 是这样沾的 这是明星以后会出现的一个境界 会出现的一个境界 那是正果正出来的 你必须要进去那个境界 不是说我懂了 你懂 狗屁没有 你要正出来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他拿你在说的时候 师父拿个戒指 他说师父我懂了 你懂了 啪 一下子打你脑门 为什么 懂了以后 不是再问师父的 是讲那个境界 师父给你印可 是这个东西 它叫印证 就是星星相应的印 打穿了印记 印记 这是山学的精神 山学的精神 那只有这个出来了 你才可以用这个去化你的 洗水真经去化你的水 照见乌云皆空 度一切不饿 才去照自己的五脏六福 五脏六福 所以玄学五大玄学五大数 玄学中的五大数的 最终的会总的在于是生命计划 了生托死 你看这个玄学了得吧 你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 一个赚钱的方法 你就太瞧瞧它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玄学证明 就告诉中华玄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的灵魂 是文化的灵魂 这个文化中如果没有这个玄学 这个部分 我们中华文化就不会真正的璀璨到今天 也就没有那么优秀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会诗歌别人也会 你会戏剧别人也会 所以中国最值钱的东西是从福西寺传到今天 经过八千年优秀传成没有毁坏的三玄之玄 易经老子 那么还有庄子 当然后来这个佛的经典引到中国来 所以后来大德们才使用了佛道乳 浓锁起金黄成了玄学的核心 成了玄学的核心 所以大家要去这样认知玄学 那么你们如果有时间到处去捧场 那么也希望带更多的朋友去捧场 让他们接受一下中华文化的洗礼 让他们知道今天很多东西的认知是错误的 所以说我要求几大讲师 我们会有几个讲师 一个有请我们的前建国工训李俊才 出来讲一个青春秘诀 因为他今年九十三了 他在报纸上还公开的向记者讲 他还有性生活 我说你讲这个干嘛 太丑 他就告诉这个是年轻的象征 我私底下跟他讲 他说我这是年轻的象征 老人都没有了 我很荣耀 我说开玩笑 不当大雅之堂 他说这是大雅之堂的修论 这是生命的事件 所以请他分享一个半个小时给大家听一点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今天 为什么还会那么健康 不竹拐杖 不坐轮椅 他吃饭吃的给我还多 所以你们看看这样的一个人到九十三岁 还天天在写书 他有什么秘诀告诉你 当然我也会在会上分享两个主题 一个是中八玄学大观 然后大雅之堂的学问 然后最后我收尾讲一个主题 玄学不玄 为什么玄学不玄 玄学是生命的科学 玄学是可以学会的 不单学会 你学会了以后 这一生要富贵有富贵 要消贷免耐 可以消贷免耐 你要健康有健康 要成就有成就 要不死还可以不死 要死后往生 决定往生 你看这个玄学多厉害 为什么不去学 所以我们叫玄学不学 玄学不学 玄学不学 就是他还可以学习 可以通过你这一生的努力 去掌握的东西 不要把它当成别人的专利 你不能用的 你不用就太可惜 所以这是我的主题 我也请王志健医生 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医的科学 从科学看来疾病 就是你的疾病怎么来的 所以是希望他从八大类物质 液气光阴经济神医 还有四大类物质 因为他对科学系统研究的特别深 这个我们说是物质 暗物质 反物质 还有西方的一些高科技的研究成果 我希望他在会上给我们大家分享 那么也请我们的周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字中的生命信息 你说八字中怎么看出一个人的生命信息 你怎么去看他的性格 怎么去改变他的人生 改变他的性格 因为全学的大师级的人物 都是在改变上加功夫 并不是说你利用那个公式给人能算出来 那个没什么了解 所以也请我们的林瑞祥 像林师傅给大家分享一个紫微斗树中的生命秘诀 从紫微斗树来讲 请我们的景华先生给大家分享一个玄空风水 也就是风水里面的阴阳之道 就是是否有鬼神是否另外存在一个世界 还有我们的蔡医师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医 这个玄医 道医 讲一讲三文七婆 讲人是怎么生 怎么死的 生死是怎么回事 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东西 当然你们中间你们都是狮子班 学了很多了 这些课题你们都是了解的 但是一定会还同样震撼你们 他们同样震撼你们 具体的事物呢 待会下完课 我请三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整个的布局是怎么做的 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够带些朋友来彭彭场 这是一次真正的弘扬中华文化的一次机会 所以大家有能力的参与一下 有时间的做做义工 这次的义工有赚 然后到时三万告诉你们怎么可以赚到 对,没有什么 我们的进步 也要不要给李坦 就是有量的 恐懒的都能够带来